综艺实境外景节目播出了六年将画下据点 主持群王少伟 李毅还有张立东 哈少元等人 在今天是齐聚一堂来录制最后一集节目 虽然是有点感伤 但是大家呢不改搞笑的个性相互调侃 也让这一场毕业典礼充满着笑声和泪水 拿着毕业证书开心拍照留念 综艺实境外景节目主持群大合体 但没想到这已经是最后一次 每个人都想尽办法露出笑容 但眼眶却不知不觉泛红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毕业典礼 只是这个毕业典礼是我唯一不想参加的 真心对待不离不弃 是我兄弟 从2016年开播至今 节目已经陪伴大家走过六个年头 不管是主持人间逗趣的互动 还是各种创意游戏闯关 都带给观众无数欢笑 彼此间也培养出家人般的好感情 没从已经来到最后一集了 真的很不舍 感伤时刻大家还是不该搞笑本性 让场面再度充满欢笑 回过六年来拍摄过程的点点滴滴 实在收获满满 我们最近刚磨合好了 就要合 成长最多就是我的脾气 一直知道男生也有更年纪 主持群吵吵闹闹闹 用笑容取代悲伤 最后一集精彩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也希望能用更好的作品 再和观众见面 后会有期 这台北综合报道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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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